范贤的目光越过关道旁的青树,树后一望无际的田野,不远处花花流淌的河水,越来越远,直似要看穿这里的一切,最终他的两道目光淡淡洋洋地落在了河水去处的大工坊里,那处引有烟腾空而起,却不是农家微轻吹烟,而是带着股熟悉味道的黑烟。 难道是高炉?这一大片地方的百姓都被朝廷征召入内库做工,工钱比重粮食要多太多,所以打理农田的心思就淡了,一大片卧野之中,野草与初道争着掌势,看着有些混杂混乱。 范贤深吸了一口气,嗅着空气中清新的味道,放下心来,看来这里的环境污染并不如自己事先想象中严重,当然,更远一些的铜山矿山里面,肯定要比这里环境恶劣得多。 看着眼前的景致,似乎有一种与她脱离了许多年的感觉渐渐回到了她的脑中,只是那种来世依然温柔,并不汹涌,以至于她有些枉然,去年九月间的时候,她就总觉得自己内心深处,极渴望某种东西,但却一直没有找出来。 看着她走神,海棠双手像老汉一样绣着,皱眉着看着窗边那张清俊的脸,也陷入了沉思之中,这个年轻的泉尘,究竟想做些什么呢?感觉如何? 她看出范贤今日有些心绪不宁,微笑问道。 范贤安静说道,这话应该是我来问你。 海棠笑了笑,确实是很少见的景致,从来没有想到过,沁国的内裤竟然如此之大。 先前看见地那些物事,我竟是连名字也叫不出来。 范贤硬道,看便看吧,想来你也不可能回去照着做一个。 海棠眼中一光一现,微笑问道,你对于内裤这么有信心? 范贤微正,然后轻声硬道,不是对内裤有信心,而是这种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,你光看个外面的模样就能学着做出来,那就有鬼了。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? 海棠沉默了起来,半晌后才说道,如金帝内裤,里面的人都是信仰方面的亲信,你打算怎么接手? 范贤眉头一挑,脸上浮现出一丝轻笑,管是谁的人,如金总都是我弟人。 海棠疑惑地看了他一眼,你真打算,和对方不死不休? 范贤安静了下来,半晌后,沉声说道,你这个问题似乎问得晚了一些。 海棠皱紧了眉头,我相信你的那位岳母不是糊涂人,不会看不清楚如金的局势。 按道理讲,不论是你还是他,都有重新谈判,和光同臣的愿望,而且利益当前,你和他撕破脸,似乎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。 我不和他撕破脸,估计你和北齐的皇帝陛下会不愿意看到。 范贤姬翘一笑,说道,放心吧,我不会和丈母娘重新联手,欺负你们北边的孤儿寡母。 海棠沉默,却不知道他信还是不信。 北齐方面的态度,范贤并不担心,反正只要有内裤一天,北齐人就必须倚重自己一天。 至于海棠先前说过的话,并不是没有道理,在兴好兴好政治的大人物们眼中。 过往年间的任何仇怨,在一个足够巨大的利益筹码面前,都可以抛却,尤其是范贤与长公主还有婉儿在中间当润滑稽。 在世人看来,只要长公主肯让步,范贤没有任何道理,不接受何意。 而且事实上,长公主已经做出了让步,在苍山刺杀之后,那位庆国最美丽的贵妇真切地感受到了范贤的强大力量,曾经修书竖风,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,只是范贤没有接受而已。 在安安你的心,范贤没有收回望向车外地目光,轻轻说道,长公主已经愿意接受我执掌内裤的事实,而我,没有理会。 海棠豁然抬手,那双明亮的眼眸盯着范贤的后背,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拒绝信仰方面的妥协。 范贤轻声解释道,他要三成的分子,就可以配合我轻松地接受内裤,这个条件并不苛刻。 海棠皱着眉头,沉默半赏之后说道,非但不苛刻,已经算是极有诚意的条件。 本来,站在我大齐朝野的立场上,安知你与那位长公主闹的岳江,对我们越有利。 但站在朋友的立场上,我想劝你一句,归根结底,你的权势是庆国皇室给你的,而且他毕竟是你的岳母,这样好的条件,没有理由不接受。 范贤自嘲地笑了起来,是吗? 我可不这么认为,也许是从骨子里,我就以为,在内裤这件事情,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来与我争夺。 为什么?海棠依然摸不透他的心思。 这是我母亲留下来的产业。 范贤温和笑着说道,我没有他的能力,只好做个二世祖,但也不能把这个家败了呀。 车厢里沉默了下来。 许久之后,海棠轻声说道,可是如今的内裤,毕竟还是庆国朝廷的。 朝廷是一个很虚幻的影像而已。 范贤说道,什么是朝廷?皇上?官员?太后?还是百姓? 他最后说道,关键就看着内裤在我手上,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,那些银子究竟能用在什么途径上。 如果,如果朝廷用不好,那我就带朝廷来用一用,把这个虚幻的影像,变成实实在在的百姓二字。 海棠微笑说道,你又习惯性地想伴圣人了。 范贤笑着应道,我和颜冰云说过,偶尔做做圣人,对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很有意的补充。 挑明与长公主之间暗中曾经进行的谈判,让海棠吃了一颗定心丸之后,范贤就再次沉默了下。 来,看着车外的景致发呆。 那些河边的水车,方中某种畸数的响声,远处炉上生着的黑烟,都在催发着他内心那个不知名的渴望。 大人,到了。 内裤转运司官员谦卑的声音,让范贤从沉思之中再次醒来。 他有些糊涂地看了看车中地两名女子,这才知道,内裤转运司已经到了,赶紧整理了一下衣着,掀开车帘,跳了下去。 是跳了下去,而不是保持着一位官员应有的仪表,缓缓沉稳地走下去,仅仅这一个动作就表现出来范贤心头莫名的紧张与兴奋,毕竟终于到内裤了,到了母亲当年发家的地方,哪里还能保持一贯的平静。 双脚踏在有些坚硬的土地上,范贤微微眯眼,打亮着四周的一切,发现街旁就是一个寻常衙门,却根本没有自己想象中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场面。 街上有些冷清,虽然四周建筑倒是心力漂亮,可是不像个工地。 那名副责接他从苏州过来的转运司官员,或许是见多了京都副任官员的这种神态,小心翼翼解释道,三大方离丝牙还远,大任今日先歇着,明天再去下面视察吧。 范贤有些失望,本来打算接就去吹吹玻璃,支支棉布,与工人同志们亲切握手一番,却不想还要再等一日。 撕压大门全开,内裤转运司及负责保卫工作的军方监察院方诸位大人分成两列,迎接着钦差大人的到来。 范贤当先走了进去,高达带着几名虎卫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后。 摆来人的队伍,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安置下来,看来内裤的运转速度依然极快。 海棠与思思自然被带到了后宅,加上在路上新买地那几个丫鬟,本来一直冷清无比的转运司,正时府顿时热闹了起来。 诸位官员向范贤请安之后,众人便依次在牙上坐好,等着范贤训话。 范贤对于内裤的情况并不是十分熟悉,而且这也是他第一次开牙座堂,所以感觉总有些奇妙。 示意苏文茂代表自己讲了几句废话,便让众人掀散了,只等着明日正式开牙。 回到后宅之后,来不及熟悉自己的官邸,第一时间内,他就召来了监察院常驻内裤的统领官员,这名官员年纪约莫四十左右,头发花白,看来内裤的保卫工作确实让人很好精神。 他示意对方坐下,也不说什么废话,很直接地问道,讲讲情况。 这名监察院官员署四处管辖,打从去年秋天起,便已经得了严氏父子的密信,早已做好了准备,今日一见范贤问话,赶紧将自己知道的东西掏地干干净净。 他当然明白,范提斯出来内裤,在内裤里并没有什么亲信,如果想尽快掌握局面,那一定需要在裤里找个值得信任的人,而自己身为监察院官员,进水楼台,自然要赶紧爬,才不辜负老天爷给自己的机遇。 范贤听着连练点头,这名监察院官员说话做事极为利落,谈话间便将内裤当前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,三大方的直司,各司库官员的派系,无疑不落。 为什么这些年内裤亏损得这么厉害?范贤生就一个天大的胆子,这种问题也是问得光明正大,一点也不理会对面的监察院官员说话不方便。 那名监察院官员姓丹明达,在范贤的面前却不敢胆大,他一个下层官员怎么能够三言两语将内裤的事情说清楚,但还是斟酌着说道,其实亏损谈不上,只是这些年往京都上的赋税确实少了好几成。 范贤无可奈何苦笑道,这么一个生金鸡的老母鸡,一年挣的钱比一年少,和亏损有什么区别? 也不知道前任是怎么管的。 前任内裤转运司正时,便是信阳离公长公主首席谋士皇义的堂兄,黄丸树大人。 范贤接手内裤,并没有与这位皇大人见面,双方视若水火,便懒得半面上的接办手续,倒都是些光棍人。 丹达不敢接他地话去贬损长公主,诚恳说道,之所以利润年年削薄,一方面是三大方的花费越来越大,包括方主在内,那些司库官员们拿得太多。 二来是出销地渠道这些年,也有些问题,海上的海盗太过猖獗,不敢说太多,但至少石亭里有一两亭是折在海上。 三来就是王北齐的供货问题,前些年账目太乱,也不知道崔家提了多少私货走了,不过这事儿一直没人敢查,幸亏提斯大人出了手。 年前查识了崔家,光这一项,便能为朝廷挽回不少损失。 范贤颇感兴趣听着,但心里却是清楚得很,什么海盗,都是明家自抢自货的把戏。 他看着丹达欲言又止,好奇说道,还有什么原因? 丹达看了他一眼,苦笑说道,还有就是,院里这些年的经费增得太快,您也知道。 院里一应花销大头都是直接由内库出,公里的用度这些年没怎么涨,反而是院里花得太多了,加上前面说的那几条,这么一销,内库再能替朝廷挣钱。 这么四处补着,也早已不如当年的盛况。 范贤倒吸了一口凉气,没想到自家监察院原来也是内库的吸血鬼之一。 转念一想,三处那些师兄弟们天天研制大规模杀伤型武器,二处的乌鸦们满天下打探消息,不论如何伪装,总是需要资金支持,更不要论向五处六处这两个全无建设,只思破坏与吸金的黑洞衙门。 当然,就算这些愿务都不算,他在成员玩过许多次,那老瘸子养了那么多绝代美女,过着堪比帝王的豪华生活,这些钱还不都是内库出的。 他摇摇头,苦涩笑道,院里的事儿就先别提了,传出去也丢人,查那几路就好。 丹达与范贤 身后的苏文茂都忍不住笑了起来,心想提斯大人说话,倒也直接。 出销渠道的问题,海盗的问题,我来解决。 范贤盯着善达的眼睛,四害除其二,我只是不明白, 三大方帝私库怎么也能和这些弊端相提并论。 那些官员常年待在江南,不准善离,确实是个辛苦活,朝廷给他们的俸禄丰厚些,倒是应该。 丹达不敢直视他的双眼,低头硬道,三大方负责内库全部出产,那些货物都是他们一手做出来的,所以,所以。 所以什么? 范贤冷笑道,难道他们就敢以此要挟? 要挟自然不敢。 丹达苦笑应道,但是朝廷对内库的管理严苛,一应工序、配料、方子就只有上中下三级私库官员知晓。 他们脑子里的东西,就等若是朝廷地产银机,只要他们稍许使些心眼,便能让内库的产量减少。 所以一直以来,他们的地位在内库里都有些特殊,朝廷也对他们另眼相看,甚至都有些娇横了。 哦! 范贤好笑地眯起了双眼,心想,就那些当初夜家出来的小帮工,如今也成了垄断致富的技术官僚。 这不是要挟,是什么?范贤欲发觉着这事儿有些荒唐好笑,呵呵笑道,那当初常公主是怎么应付这些私库的? 丹达想了想,皱眉应道,常公主只求产量不降,对于私库们的要求基本上都是尽力满足,而且将他们的地位抬得极高。 当然,如果真有私库不知道分寸,常公主也会有她的手段,六年前,就一股脑杀了七个闹市的私库,从那以后,私库们就学会了闷声发大财,对于咱们这些平级官员是美好脸色,但对于朝廷还是不敢有不敬之心。 范贤冷笑道,娇横,极高的地位,那本官只好投一件事就是将他们打落尘埃。 她心里有些恼火,自己的丈母娘果然不是个做管理者的材料,居然将这样一个超大型企业管成这副模样,难怪皇帝陛下天天叫苦,父亲也头疼,国库空虚。 善打唬了一跳,心想提思大人毕竟年轻,如果新官上任三把火,雷霆祥怒,真把那些私库们得罪光,内库出销渠道先不说,自身的产量与货物质量只怕都很难保证。 她双手一一,沉生说道,大人三思,不妨先以怀柔之心应之,再徐徐徒之。 范贤笑着摇摇头,不能徐徐徒之,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。 十天之后,本官就要回苏州主持内库开门迎标之事,不在这十天里把内库里面不服气的人打服了,以后你们怎么管事? 我可没那兴致天天往这地方跑。 丹达苦着脸说道,这是不好处理,就算打得那些私库们表面上浮了,但他们暗中在方里做些手脚,甚至连手脚都不需要做,便能让内库出产减低,查,又根本查不明白,最后这责任只怕还是要大人担着。 范贤有些欣赏此人有一说一的态度,监察院官员的风气,果然比江南路官员要强上不少。 他挥手阻止了对方的劝谏,笑着说道,不怕,杀了张屠夫,难道就要吃带毛猪? 丹达与苏文贸一愣,不知道提斯大人是从哪里来的信心,私库管的是生产,这事监察院可不在行。 忽然间,苏文贸脑子一动,想到这内库当初是叶家的产业,而自家大人则是叶家的后人,难道说提斯大人自有办法? 范贤没有解释什么,只是让他们去准备明天真正开芽的事物。 而他自己却是去了后院,有些不是滋味而递喝了两碗粥,便很诚恳地邀请海棠晚上与自己一路去三大方走走。 已经有下属为他办好了通行证,晚上就算不亮明自己的身份,应该也没什么大碍。 而他之所以要喊海棠跟着自己一起去,却不是动了善念,要将内库的光辉扩延至北齐,而是纯粹需要海棠这一个强力保镖。 鸡鸣,天度白。 那库运转私郑石府的后墙那里,人影一飘,范贤与海棠结束了一个晚上的探险之行,回到了书房之中。 范贤沉着那张脸,皱眉说道,夜夜声歌,管理败坏,是这两个词吧。 海棠却还沉浸在震惊之中,他今天晚上随着范贤在三大方逛了一圈,虽然没有接触到军工之类的方间,但依然被所见所闻震慑住了,原来棉布是用那种仿击织成的,而且居然不用人力,用的是那种水力,只是和水之力怎么就能如此驯服呢? 回思今夜见闻,他对于那位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夜家女主人更感敬佩,望着范贤的目光也炽热了少许。 范贤不就是那个夜家女主人的儿子吗? 范贤却不如他那般震惊,起先的新鲜感稍除,虽然心中依然有欣赏母亲一则的快味感觉,但是庆国内库, 实则比他前世的乡镇企业只怕还不如,只是一些很初级的东西,如果不是庆国皇帝绝顶聪明,将所有的产业都看得紧紧的,只怕早已不如当年值钱了。 不过就一顺德镇,还不能产电冰箱,范贤哪里会吃惊? 他吃惊的是另一春世,那些内库的私库们果然是生活豪舍至极,他的心不惊仰了起来, 如果将这些人吃掉的银子吞到自己肚子里,那又得是多大的一笔进账? 而向长公主担心的事情,他并不怎么担心,什么狗屁技术垄断,又不是什么特难的活路, 自己当年虽然不是理科出身,但吹几个玻璃总没太大问题,最关键的是谁叫咱身后友人啊? 知识就是力量,知识就是底气,知识就是银子,这就是范贤在内库第一天所产生的强烈认知。 ! 感谢观看